优秀新典演员 承宁 这会好 离开我这部戏 嗯 我愿意让大家失望的 要闭见浓密的眼睛 忙碗它绕进你心间 想贴贴 慢慢对你贴贴 让你感受我对你坚定的信念 朋友想叫得最传 涂上红的脸 所有的法官都应该以精湛专业知识 去处理每一桩司法案件 希望剧中每一万法官 都能不忘初心 恪守使命 感谢我们的领导们 好 感谢领导 给我们每一位演员 赠送一本名法典书籍 也希望我们的演员们 能够更加深入学习 也请我们的领导 好 发完赠送之后 一步中央与我们所有的主创们 一起合影留言 来请我们的领导们 一步舞台阵中央 好 谢谢我们领导们的济语 那接下来请领导们和我们的主创们 一起合影留言 来请我们的领导们一步舞台阵中央 请摄影老师为我们留下一张作影 也希望我们的主创们 可以拿好手中的书籍 向大家一一展现 来 让我们一起留下 这个美好的时刻 我们来望一下摄影老师 好 我们所有的演员主创们 对 集体向右头好 好 可笑 好 我们集体看下我们的摄影老师 来记录一下这个美好的时刻 也希望我们的野员代表们 展示好书籍 好的 再次谢谢我们的领导们 也谢谢 大位野员老师们 那对于静东老师 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金律师当中 曾饰演过金东律师的角色 那这一次是从这个金律师到人民法官 那对于这一次的参演 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国家的法治从根本性上 优于其他国家法治的点之上 甚至不同于 或者说我们的缺点在哪里 还有哪儿 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可以改进的 需要改变的 当然一部电视剧虽然做不到 让所有人去关注 但是希望能够通过底线这部戏 让大家更多的知道 中国的法治是什么 中国法官的温度在哪儿 甚至也希望能够力所能及的推进 我们中国法治的一些进展 好 我们一起努力 那对于诚意和文静呢 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一次参演的这个角色 包括我们都知道 你们好像是首次触及这个法律题材 关于这个法律题材的作品 各位老师早上好 我是演员程毅 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叫周一安 是一名青年法官 在剧中 在师傅和法院同事的帮助下 从一名法助成功地成为了一名 合格的记者法官 来 预备 三 二 一 地线开机 修士第一 大势大势 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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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Yay!